模拟热透彩这个范例 那当然也是结合刚刚的部分 就是说 里面包含就是说 那个array的这个class 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乱数 乱数部分我刚刚有提到 NAS的那个物件里面 套件里面有一个 就是它有一个random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要 秀出像这样 你就直接执行 它就会取得 从几个号码 那个从 六个号码 多一个号码 特别号 所以这边要改写一下 反正把那个值 for for的 I的值 把它改成一 然后最后那个值呢 就把它改成特别号 当然我现在 大概写出来像这个样子 写出来其实呢 最简单 其实就几行而已 几行而已 主要这个地方呢 我们用到的几个东西 因为这也是刚刚稍微想一下 怎么样写最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 也是一样 我们在 上面也是一样 Utile这个地方 arrays 直接就把import进来 这第一行 那第二行 class名称你可以取一个叫 JVD101 101就可以了 DX2是第二种写法 其实写法很多种 不一定只有一种 那这边的话 开头 城市进入点在这个地方 进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说 宣告七个 七个正列空间 那这个七个正列空间呢 实际上就是要 我们放那个乐透彩 总共1到6的号码 再加一个特别号 总共七个号码 七个号码 接下来我们就宣告一个I 那这个I呢 初始值为0 条件的话呢 是它必须小于等于6 那I++ 这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要怎么产生乱数 乱数部分 特别是一定要强制 把它变成一个数值 一个整数 然后整数部分 我们可以用这个Mass 的物件 里面有一个方法叫random 记得要刮复 乘上42 我刚才有讲过 加1就可以 那就可以产生你要的乱数 那其实以后我这种写法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反正写法就是 1 如果说你开头是1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加1的 然后面倒多少 就是 后面这个数字 就是你的结束的数字 1到42 并且呢 传给前面的这个 我们的正列空间 那正列空间呢 预设只从0开始 那假如说我今天 这个地方的判断 实际上只是为了说什么呢 其实 因为两位数 对因为两位数嘛 那你如果两位数 如果说你今天是1到9的话 那一定要补0嘛 所以呢 我们为了要补0的话 就是去做判断 如果我取得这个乱数值 它是小于10的 小于10就是1到9嘛 如果小于10的话 就是在这个号码前面 加上什么 加上i就可以了 那最后就把结果秀出来 那程式部分喔 刚刚的 第几个号码 我其实可以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呢 再加上1就可以了 有没有 跑出来结果呢 就会再加1 那按一个执行 有没有 加1 第几个号码 少一个刮斧的量 因为如果加1的话 它把它当成至串来看待 所以这边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刮斧 然后再把它刮斧起来 这样子就可以得到 第1到7号 7号嘛 不过呢 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地方 7号 可是7号要变成什么呢 7号要变成 特别号 那其实也很简单嘛 你就再做一个判断 如果呢 i等于7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数字 输出的时候 变成特别号 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程式 基本上 这样是 看起来是OK的 但是还是 弱一个部分 就怎么样呢 现在是 重复号码的问题 也就是说 热咒里面呢 是不能有重复的号码 反而 其实这个程式里面 最麻烦的 就是判断 那个 有重复号码的部分 你要产生乱数 还很简单 产生出去就好了 可是 你要怎么去判断说 这个产生出来的 这个乱数 它是跟其他的 实质是 有重复到的 所以这个地方 是最麻烦的部分 慢慢一步一步来好了 第一个 你们先 如果可以做出来 就直接把 这个部分先试试看 就是说呢 我今天要做一个热透彩的一个 模拟程式 那 怎么样可以做出 第一个 有乱 有重复的号码 有重复的这个乱数 这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那比较 需要记的就是 应该是这一行 稍微记一下 还有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记一下 那其他的话 我想 都跟前面 有点类似 好把画面呢 现在 还给各位一下 好